好在这个video里面我会教你们怎样做number line method number line method呢就是说我的这个x-1x-24小过0 我找到它的root是3跟8之后呢 我就画一条那个直线ok我画一条number line 这条是number line然后它就有3跟8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呢我就看ok3跟8之间呢有什么号码 ok我随便放一个号码 let's say我放5啦 然后我这边放一个号码放是那个0啦 然后这边我放一个号码10啦随便放啦 只要大过8就可以了 只要小过3就可以了 只要3跟8之间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用我的那个计算机 我就我就回去mod e 然后我就alpha x square-11 alpha x加24我clc我放3进去 它会变成0就是说我的3 square-11乘3加24 我会变成0然后我再放8进去 它会拿到的是0为什么会是0呢 因为有3跟8都是我的root嘛 所以在这边呢所以我放0进去的时候呢 他会拿到什么东西我放0进去的时候 它是24 ok 24其实是positive ok因为我的这一个 什么0 square-11乘0 然后再加24会是等于24大过0 所以它是positive的 然后接着呢我再来放5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这一边我再按clc我放5等于 我拿到的是-6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是negative 然后同样的道理我放10的情况之下 我按clc我放10进去 ok我拿到的是14 所以它是positive的 那14讲来的呢 它其实就是sub square-11乘10 然后加24 所以它会变成100-110加24 所以它会变成呢14 ok然后我们刚才用clc就是能够直接把它扎进去 ok同样的这一个v的这一个东西 我找到我的root出来 ok我的root呢就是-5跟3.5 ok-5跟3.5之间有0哦 3.5之后我拿4哦 -5之后我拿-6哦 ok然后在我的计算机里面呢 我就按那个2x square 然后加3x 然后再-35 ok再-35 然后按clc ok我们的root是那个-5 我放-5进去 0 然后clc我放3.5进去 它也是0 ok好这个时候我放-6进去 clc我放-6进去 我拿到的是19 19的情况之下就是说这边是positive ok这个是我的root 我分开 ok 然后接着0的情况之下 0的情况之下 我放001-0进去减35 所以它是减的 所以它是减的 然后4的情况之下 0 我clc我放0 它就会变成-35 所以它是negative 然后在clc 我放4进去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9 所以这边是positive ok 它要大过等于0 就是拿positive的这两个 所以我的x会小过等于-5 然后x大过等于4 然后刚刚的这一题它要的是小过的部分 所以我拿negative 所以我的x在3跟8之间 ok 同样的这个我把它全部翻过来 然后过后开挂弧 然后过后我拿到我的root 这个是-12跟5和3 所以我-12跟5和3 然后我就这样放下去 放下去 ok 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个 这个其实我是要用这个formular ok 我要用这个formular ok 然后我看的是小过0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那一个newx 然后-7x 然后再来-5 然后我按clc ok 看到它-0.5 -0.5 -2分之一就是-0.5 ok 我拿到的是0 它的root 然后在clc 我有5 和3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也是0 然后我这一个跟这个之间有一个0 我就clc 我放0进去的时候 它会是-5 ok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0 它是negative 然后我在的时候呢 我这边就有-1 然后这边我放2 ok 所以我放-1跟2 随便选了这个号码 然后clc-1 我拿到的是p 我拿到的是positive 然后我放2的情况之下 clc我放2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5 所以这边是夹 这边也是夹 ok 它要的是小过0 所以它是在这一边 所以我拿到的就会是 那一个 那一个什么 我拿到的就会是x 再-1个2跟5个3 ok 好 假设如果有学生跟我讲 哎老师我不要 我就是要用回original的那一个equation 可以吗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做得到了吗 来做做得到 来我给你看一下这一题 如果是original的这个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我就有-6x2 然后加7x加5 大过0 然后我就开挂弧 大过0 呃 我这一边就有2x-1 -2x加1 然后这边会变成3x-5 ok -6x2加10x 这个会是-2x-1-2x-1-3x-5 所以它会变成-6x2加10x-3x-7x-5 ok 这一个呃 这样抬挂弧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熟悉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会要求我的学生 就是说我们把它变成bosscaf ok 不要紧我们就这样 ok 所以在这边我的-2x-1等于0 所以我的2x 会是等于-1 所以x等于-1.2 然后我的3x-5等于0 然后我的x会是等于5.3 诶 这样同样的我就有-1.2跟5.3 然后-1.2跟5.3之间有0 然后这边我放-1 这边放2 然后这一个是我的root 我就分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用我的计算机 我就输入它原本的-6x2 然后加7x 然后再来加5 然后再按clc 呃 我放-0.5 -0.5 0啊 它是它的root 然后5 5 5 3 它也是0 然后可是我这个时候如果放的是0的情况之下呢 它会变成5 所以这边它会变成positive ok 0的时候它会变成0 然后接着呢 我再来放-1 clc我放-1 然后我拿到的是-8 所以它是- 然后这边是2的时候我放clc 1放2 然后我拿到的就是-5 所以这边也是- 它现在要的是大货的时候 所以是在这边 所以我的答案是-1.2 分5分3 你看和旁边的这一个是拿到同样的一种答案